AI正在脫殼而出 NPO會是什麼 改變一個人又一個人 就是成就一群生命變成有意義的人 這是NPO的使命 不要只有看市場調查的大數據 要了解動物 進去叢林 不是到動物園 AI正在脫殼而出 NPO會是什麼 該怎麼做 我從幾本書找靈感 1990年的1月1號 我還差幾天40歲的時候 Peter Drucker出了這一本書 叫做Managing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中文版在中間 這是我從書上的章節 把他copy下來他的目錄 序言上面他說了一段話 我嘗試著翻譯 非營利機構不是商業 也不是政府 商業賣產品或者是服務 只要顧客滿意交易完成 任務就達成 政府機構制定政策 並管理執行 只要政策有效 任務也已經達成 但是他要說的意思是 非營利機構不賣商品 也不賣服務 也不制定政策 也不會去管理 那非營利機構的產品 或者是服務的成果 到底是什麼 他說 是一個觀念被改變的人 非營利機構 非營利機構存在的目的 就是改變觀念 一個品質被提升的生命 一個價值被提升的人生 改變一個人又一個人 就是成就一群生命 變成有意義的人 這是NPO的使命 而且他預言 21世紀NPO 會是最大的雇主 這要怎麼做到 其他的書怎麼說呢 介紹兩本 右邊那一本 不是真正在賣的書 可是你隨時可以download 它叫做 Re-Imagine Places Mobility as a Service 跟交通有關 左邊這一張跟非營利機構有關 Generation Impact How Next Generation Donors Are Revolutionize Giving 由於現在各式各樣的變化 大家對於非營利機構有很多不一樣的看法 這個也是最近不久以前出的書叫做 Engine of Impact 也是談非營利機構 Engine of Impact offers a detailed roadmap for turning a good nonprofit into one that can achieve great impact at scale 那他既然談到Engine 他就畫了一個Engine 我試著把他的這個書上的邏輯 用簡單的字講清楚 他說 一個Engine一定是會設計一個壓縮機 所以這個壓縮機 Compressor到底是怎麼設計 其實就是這個MPO的Strategy 壓縮機要能夠更有力 它必須要有個鍋輪 這個鍋輪就是我們的Insight跟我們的Courage 我們的動建跟我們的勇氣 我們也必須要有油料 這裡面有三個東西 Funding Talent 跟Board of Governors 更重要的是很多非營利機構 忘了去設計一個東西 叫做你開的飛機沒有儀表 所以推力的這個衡量表 就是我們的Impact Evaluation Impact Evaluation 最重要的就是說 非營利機構通常跟營利機構最大的不同 是它不太被看財務報表 但是你必須要被自我要求 有一個叫做Impact Evaluation 同時既然要設計一個Engine 它一定要有一個Mission 這個Mission就是外氣 那你要產生什麼Impact 就是你要產生多大的推力 推什麼 外環境有沒有足夠的空氣 如果我們把這個Engine放到太空去 這個Engine不會用 不能用 外環境需要什麼樣子的推力 我們必須要推對地方 不然推錯地方也沒用 所以我們在看這件整個事情 這個Engine of Impact的時候 其實說起來也簡單 但是真正要把它的Impact設計出來 有它的難度 但是很重要 我接下去有一些關於交通的免費大數據 也許會提供各位一些Inspiration 我找的是Google Train 昨天晚上我才開始把這些東西更新 所以它是新鮮的 過去12個月在台灣 如果我找交通這個關鍵字 過去在台灣被搜尋 它是很穩定的 如果你有興趣 你就可以看到搜尋最多的是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高雄市 台中市 大概比例是那樣 我加一個東西 叫做捷運 顯然這兩個關鍵字 這個關鍵字比交通 對大家更有興趣去找 我用這個照片 其實是想 分享一個很重要概念 就是說 站在User的概念 交通不是一個東西 站在User的概念裡面 捷運是一個東西 是它有感覺的東西 搜尋的東西馬上就改了 你看到搜尋最多的是台北 新北市 搜尋第二多的是桃園 高雄 台中 台南 所以從這裡面 我們多多少少可以感覺說 如果我們要有impact 那會是什麼 比如說我再把Uber打進去 我們可以發現 過去的12個月 它幾乎是沒有任何動靜 而且也不重要 不relevant 我再放一個字進去 叫做無人車 所以self-driving 對於未來的user來說 他不覺得那是一個東西 他不覺得那是一個東西 我們再加一個紫 紫色的進去 叫做電動車 比無人車關心 比Uber關心 但是差不多也是在這裡 然後我們再換一個 然後我們再換一個 我們就把這個高鐵放上去 高鐵馬上跟捷運是同樣的重要性 而且你可以看到高鐵 台中 台南 是兩個 搜尋高鐵 這兩個是很多的地方 我們再放另外一個字上去 五月天 我想說我們比一比看 結果發現五月天 比交通還沒有人管 他是在這裡 有演唱會 其他不relevant 對粉絲來說 也許這條線不在這裡 但是我在搜尋他的集合的時候 是所有的人 我們把五月天換掉 換成成品 你會發現他比五月天更relevant 因為他開始跑出一點點 那我們再換下一個 Toyota跟成品差不多 我們再換一個 這個是計程車 也差不多 所以 我們如果把台鐵也放進去 我們就可以發現 在交通之上的就是台鐵高鐵捷運 在他之下的就是類似像Uber這樣的東西 所以慢慢我們可以感覺到一個Picture 後面我又換了一個華航 其實跟成品差不多是在同一個位置 如果我換長榮呢 哇 比華航高 所以這些都是大家在搜尋的關鍵字 所以從這裡可以看去一些大家的關切 我們如果換一個東西叫做機場 他就跑到這裡來 所以這三個東西會上去 港口 跟一般的人沒有關係 所以他一樣 跟電動車一樣是趴在地上 所以如果我說電影 他變成所有人最高的 剛剛上面是一些免費的大數據 跟我們付錢去拿到的大數據 不完全一樣細 但是你可以遠遠地看到一個Picture 至少你知道它是長成什麼樣子 但是我們也不能夠忽略小數據 什麼叫做小數據 小數據獵人 他在重點是 The tiny clues that uncover huge trends 這位作者做很多有名的品牌的consultant 他做了很多的關鍵的建議 被採用了以後 產生變化 那些變化就是他一直告訴企業的 那些高階的主管或董事會說 不要只有看市場調查的大數據 那他怎麼做 他的要害是要了解動物 進去叢林 不是到動物園 所以他永遠 他要研究任何東西 他就跑去那個地方 住上一段時間 他才開始提建議 他在建議 他早就不會有的 他會不會有的 可是我會不會有的 他會不會有的